这方是所有的内线球员 包括两位投手都沉到下线 现在斯洛卡刚刚提上来 霍雷德克第二个提上来 这是中国队所习惯的三上的战术 斯洛卡打进 还有机会吗 王世鹏出手 王世鹏击败了斯洛文尼亚 中国队出现了 王世鹏拯救了中国队 中国队78比77战胜了斯洛文尼亚 我们说的就要一分球 这是一场意外的胜利 比分不可能再更改 王世鹏是这场比赛的功臣 我们可以忘记游路里 可以忘记纳克巴 可以忘记那次斗洛维奇 因为我们将前往东京 去面对希腊队 面对帕巴卢卡斯 面对戴曼迪迪斯了 是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最后王世鹏一场球 只是最后一场球决定了前段信任 中国队赢了 当然 这样一场胜利 我们并不应该忘记在前面 我们所发现的一些错误 我们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不足 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 还是应该让我们更好的总结 以便以后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对 我们通过这场比赛 真正学到了很多东西 关键球的比赛 被动情况下的坚持 以及心态的调整 这对我们打好以后的比赛 非常有帮助的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2006年世界南篮起标赛 小组赛地主的比赛 中国队 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 这场比赛就为您转到这里 多了 就算是 终于 终于